约翰再找色意 右手的上来 这是一个好机会 朱俊龙 奈特和胡金秋 这三个人防得都很好 找不到一个比较弱的点 给空接好球 这身后的因为上线 站了太多发尔队员 赫金秋站在协防的位置 打一个艾夫森空接 但是这球没传出来 直接被抢断了 对抗之后 身后的奈特又送上了封盖 一个变相过掉之后 再给根据的汤姆森要扣了 漂亮 还是得布朗梳理一下 你看 这球就回来了 又一个失误 转换 给到王浩然 加速往篮下走 一个变相 分球再给底脚 赵家人的机会 三分也中 两人手在突然之间开窍了 预安逊 还是找到周鹏 分身跳投也近 我鹏哥武器故事真多 突分 哎 这球没有拿到 因为这边周鹏就干扰了一些 已经直接下快攻了 就堵住对龙 这球不进 果然打成 王浩然 篮板就拨出来的时候 是对手的 再来看 布朗再突一个 分球 底脚还是这位置 晃开 三分命中 就是这三分的这一口 很关键 又是转换进攻 这人要打快了 可吉宁 哇 炬火烧天 最后跟进 任俊威 好用 哎 这球 怎么传呢 约翰逊 这两分拿得太轻松了 奈特再给低脚 布朗把球给出来 球传都很危险 小家人的突破 哎呦 这分得漂亮啊 这一下 我进行来接球 调整一下脚步 接掩护 面对胡锦丘突破 分 这球 给到王浩然了 好球 把朱俊龙给拿上来了 这还是要增加 单防跟斜防的储备 给到侧翼 这个球没问题 孔伟三分把握住 还是第一时间 犹豫了一下侧翼 接球 S型突破 再到凡击的中距离命中 约翰迅开始找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打球方式 布朗今天的状态真的是太令人堪忧了 掩护之后 扯出来直接选择三分三加一打进 还是强入错的转移球 篮下顶开任君威的上篮 汤姆森再抢篮板 内线占了四位 黄行杜是已经做好了守住篮板球的准备 再给赵大人再出手 还有三分 命中 比分追平 三重防守节奏 黄行杜的内线 守得是扎扎实实的 布朗再试个三分 连打五分 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你敢读摸下球不进吗 黄行杜摆脱出来机会三分球 回应上 布朗起动加速 拉高上篮 第四节个人连打七分 这也是大哥看看时间吧 一对一挑一个防守最好的 过掉了 这球内线没有来协防 让约翰迅自己干成两分 上来包夹 打球 篮下空了 最后周鹏这个防守的选择 也是想上去抢一下 93比88 赫金星再往回看教练团的指示 最后也没有什么想法 那就结束了 93比88 浙江方印度在自己的主场 完成了逆转 打球 打球